Facebook 受三大挫折夾擊,股價大跌 社交媒體巨無霸Facebook 星期三公佈了第二季業績 期內順利雖然按年升超過 31% 去到 398 億港元 但收入增長及活躍用戶水平都差過預期 Facebook 財政總監 David Wiener 更作出恐嚇的預告 說公司未來兩季的收入增長 會出現高單位數的跌幅 然又再以Facebook 股價即時腳震 在未估當日收市後,一度跌接近 24% Facebook 近期可說是諸事不信 受三大挫折困擾 最新的一單是Facebook 剛剛在上星期 在杭州成立子公司進軍中國 但《紐約時報》就說 註冊在今星期已被撤回 因為國訊辦不滿Facebook 沒有充分問過他們的意見 第二個挫折就與今年業績轉差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歐盟在今年5月實施更嚴格的私隱法例 如果Facebook 要避免受罰 就要對私隱條例作出變更 或令客戶選擇收費較得的非個性化廣告服務 至於第三個就是Facebook 早前被揭發 旗下平台早年遭到劍橋分析不當利用 大量收集用戶的資料 協助特朗普競選總統時落廣告 以及因為收緊私隱政策而流失部分收入 封聖融資資產管理部董事王國英就說 歐美等地收緊企業處理私隱的監管 是整個社交媒體行業都要面對的問題 而且Facebook 這類龍頭有豐富的資源去應對 反而可能成為最終的贏家 他面對這個問題是一間公司 自己刪除Facebook的問題 這個行業的問題 因為Facebook是Fact Data的龍頭 而沒有什麼跡象 我覺得他會選擇這個龍頭為止 如果你從Fact Data Protection 不會影響成本來看 你認為這是一個行業的變化是不同的 那變成了最後的結尾 你會依然是會強控者行動的狀態 古評人王偉豪也有相似的看法 又說Facebook的盈利模式 在過去幾年沒怎麼變才是隱憂 我覺得這次最重要是 他沒有外面積比的差 就是整個收入模式 其實這幾年就沒有特別大改變 比如早幾年 今天當選得非送自己 他叫做第一家人去自己 他叫做第一家人去弄出來 變成早幾年真相反用到 但你說近年多於我都幾乎 但他那個影響模式 其實沒有特別改變 所以慢慢的盈利表現比是差一點 我覺得都會有幾大關係 目前Facebook的股價 由歷史高位大幅回調 但王偉豪說未有吸引力 最好都是見Facebook 可以在廣告業務之外 找到新的盈利模式的時候 才再作考慮 小不好 港幣озможно 請旁邊 去出場 不成功 不成功 很正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